剛過沒多久 今天唱這個歌有點感覺 是 為什麼唱爸爸的歌 我就以前有一個故事就是 因為我是爺爺奶奶帶大的 然後從小就跟爸爸很少見面 生意忙 他以前年輕比較不懂事 然後就是有犯法 阿伯通緝 所以很少見面這樣 對 我每次其實都會很 期待他來找我 是 那現在解決了嗎 這些問題 解決了 因為他年紀大了 學會了 該處理也處理完了 那你就唱這首歌送給爸爸 請洪敬堯老師 請 先從林納 我覺得今天選這首歌 黑咖啡 真的很有那種 黑咖啡的那種苦味 濃 醇 香都有帶到 我覺得非常地好 不過我覺得我對這首歌的期待 是希望你可以再多一點點 他的那種要有一點甘味 就是說苦了 但是他還是要有一點甜味 有時候我們講說台語歌 很苦 但是他聽完以後 他會有一種 我覺得這是林納現在可以再加強 也就是說 你在唱的這些字句當中 如果有一些地方 你可以讓他再 不用拖得那麼長 尤其是在副歌當中 多一分錢 聽一分氣 這邊其實是可以再往前集中一下 就是說讓他再有精神 那當然我覺得 今天的咬字也沒問題 但是有一個地方 可能要跟你確定一下 這張戲 如果要刷 那當時還是在當時 我其實忘記我唱什麼 如果我們照歌詞的字面 在當時 就是在那個時候 不是那當時 那當時是有一點點 是失憶在回憶那個那當時 在當時就是 就會更好 不過我覺得林納已經大躍進了 很期待再聽妳的台語歌 好不好 好 大偉呢 爸爸請唱歌 像唱這樣的歌 我覺得妳就要有企圖心 那一種堅定感 一定要唱出來 為什麼老師會這麼說 就是因為大偉其實在 唱一些地方的時候 都會特別小心 那這些小心的地方 通常會出現在妳的A段 聽不清楚妳在唱什麼 已經會到這樣子的一個地步 那我覺得說 如果妳A段的時候 妳的音色是悶的 讓老師聽不清楚 其實還滿吃虧 所以我建議妳就是說 是不是可以再去調一下 妳的共鳴 共鳴腔 特別在那種A段 我知道妳要把字念的鬆 要有彈性 但是還是要讓我們知道 妳的表情 妳咬字的地方在哪裡 另外大偉就是 在最後的 可惜 就是那個 成里瓜 那個 拉最後長硬的時候 有一點點掉下來 那邊的音準 因為那邊其實是一個 長硬必須要把它撐住的地方 我覺得這裡 如果你把音都撐住了 整個收尾收得很漂亮 其實這個歌的整個的雛形 就很完整了 這邊可惜了一點 好,加油 謝謝老師 徐景春老師,請 好,兩位都是很好的歌手 老師好 因為我覺得妳們的基礎 都已經都有了 所以呢 大部分的這個音準也好 層次感也好 妳們都有注意到 那麼在琳娜今天唱 Ogabi的部分 妳在唱的時候 妳有對象嗎 好久之前 妳有放對象嗎 還是妳一直 我感覺妳好像在詮釋那個歌 妳很努力的在詮釋那個歌 但是我覺得妳的心裡少了 那個對象 對不對 沒有對不對 對 所以歌唱是這樣子 大家很努力的練習 但是別忘了 妳最後要詮釋的是 妳真正的感情裡面的感受 感動 好,這樣才是一種分享 好,所以妳今天 就是少了情感面的一個 真正的投射跟表達 好不好 好,謝謝老師 大維 我覺得妳唱歌有妳的穩定度 那麼妳的口氣裡面 妳的自然感跟妳的情感流落 今天都有表現出來 好,但是妳也是妳的問題 在第一段聽不清楚 那聽不清楚 我覺得因為妳音量小了 還有,其實我們音量小的時候 咬字還是可以清楚的 比方說妳第一句是什麼 小寒,爸爸親唱歌 好 小寒 如果要很粗才說 小寒,爸爸親唱歌 一樣妳可以把妳的嘴巴 咬得很清楚 氣送得很清楚 但是妳變成一小聲 很多人的毛病是 一小聲唱妳就吞進去 所以咬字也聽不見 音量也沒有 這樣明白嗎 妳的第一段有點可惜 後面的層次做得很好 然後最後的那一句 沒有上去 就是妳突然忘了用妳的膽甜 用妳的身體 把整個力量撐起來 所以兩個都不錯 繼續加油 謝謝老師 首先來看林娜的 《歐咖啡》 這首歌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台語歌曲越唱越進步 今天的分數來到87 88、89、90 小數點繼續跑 91 是多少 恭喜得到91.3分 接下來看謝大葳 爸爸親唱歌 這首歌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這一首唱給爸爸聽的歌 分數是88、89 90 91 小數點是多少 恭喜得到91.6分 接下來介紹三套